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白酒玩笑 歡迎您收聽酒前聊聊 好 今天是那個3月24號 大港開場倒數 倒數前兩天吧 兩天 那第一個大港開場的票終於還是買到了 雖然是很幹掉 那個爛網站 然後 反正就是 應該是花不少錢去把它買到 然後 反正不知道這個 反正就享受當下 反正現在烏克蘭跟俄羅斯這樣 可能站到 有人預測站到年底 那這個還是祝福烏克蘭打勝仗 趕快把俄羅斯軍隊趕回俄羅斯 然後接下來報告一下那個美股的部分 因為美股昨天好像又下跌了 那來關心一下酒類股票 海苓根是目前來到了46.62元 那人頭馬均度來到19.47元 那地亞級都來到197.59元 那這個是美股酒類的部分 啊 還少一個 不好意思 那百威英博集團 那來到58.71元 台股也蠻蠻屌的 台股現在 現在目前也是 這幾天的盤就是蠻激盪的 那主要就 主要台股就電子 可是我比較不玩電子股 可惜台灣沒有酒類股啊 台灣有酒類股我覺得一定很有看頭 就是金車嘛 金車嘛 金車嘛 金車三嘛 看能不能可以上市這樣 然後台灣啤酒 台股 台灣飲酒公司也可以上市 就是三大還有哥馬蘭 那我剛剛已經講過 金車就是哥馬蘭 這幾間酒廠 台灣本來還有那個龍泉 龍泉啤酒 可是龍泉啤酒都是做代工系的 我不知道他的 他的代工產值有沒有可以到 到上市上軌 可是目前來說以台灣的酒廠 最多就是台灣飲酒公司的酒廠 他目前酒廠 想一下 至少有十 十三個吧 全台灣這樣加起來 十三到十四 然後分別做各種不同類型的 中國式的酒 然後白酒高粱 那啤酒 啤酒 啤酒就不用講了 光啤酒就有四個廠在做啤酒 就是 嗯 從北嘛 就是建國啤酒廠 可是建國啤酒廠 現在目前做少量的供應 就是 比較做 做什麼 類似精釀啤酒啦 精釀啤酒的產品 現在還有那個 你們在頂好超市 欸現在已經比較頂好超市了 你們在之前在頂好超市 看的到那個 小麥啤酒 就玻璃烤硬品的 好 那再來就是 他也有做少量的18天 這是建國廠 然後再來往下走 就是竹皮 竹男啤酒廠 然後在 苗栗跟新竹交接 竹男啤酒廠其實大家也可以去看 他有一些地景的東西可以去拍照 打卡 然後再來往台中就是台中烏日酒廠 那台中烏日酒廠就是非常屌的一個工廠 就是他目前來說應該是全 應該算全亞洲 算數一數二大的 然後他的 他的配方就是非常 他是屬於做類似水果系的啦 就是一些阿利布達這種奇怪怪一些 酒的變體 都是他 烏日啤酒廠在研發的 然後再往下就是 山化啤酒廠 就是台南的山化啤酒廠 好 這部分就 啤酒廠就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烈酒的部分 就不外物就是歐馬嘛 就是我們南投的那個 南投歐馬酒廠 他們其實歐馬酒廠 近兩年他也在做改造啦 所以他做改造之後他會 變得非常的古堡式 他號稱古堡式的一個建築這樣 那所以 假如這些公司可以上市上櫃的話 我覺得非常期待 因為台灣的 台灣的產能非常的 非常的多元 然後他的 地理位置也非常好 好 其實也不輸 不輸日本 對 好 那其實日本酒 也有找台灣代工也蠻多的 只是我們都是那種隱形冠軍 都不 不會講話這樣子 好 好再來 那 還有煙的部分 因為這煙煙 炒的沸沸揚揚揚揚就是那個 加熱煙跟電子煙 那現在是靜止電子煙 然後 有條件開放加熱煙 那這部分我覺得 嗯 因為本身不抽煙 所以我覺得 OK啦 就是吸煙者有他自己的權利 那是 也是OK的 只要不要製造那個 只要不要妨礙到別人 我覺得這個吸煙是自己個人的選擇 對 那目前來說啊 那個酒類 近期有個新聞 就是酒類要漲價 就是台啤的部分 他的那個 K桶 K桶的啤酒要漲 調漲的幅度 差不多25%吧 那 預告4月1號要調漲 那很多那個通路 就覺得吃不消啊 就是 原本是 10公升裝800塊 然後現在變成 漲200變成1000塊 然後 目前 來說 其實酒類漲價普遍已經是個趨勢了 那 進口的部分 我之前有預告 就是百威嘛 百威 百威也要漲價 不是 百威也要漲價 然後那個 海尼根他說也要漲價 那 Dia吉歐也是 預告要漲價 就是 除了航運的部分 還有那個原物料小麥 然後還有 再加上這次那個 惡物開戰 那整個小麥的 攻擊吃井 那 原物 這一環扣這一環 然後也會影響到我們的 酒類啦 所以酒類市場 還有他的包裝 像鋁 鋁定的部分 也是 已經 已經漲到不可開交了 對 那之前也是 所有的財報 其實也是 預告說 即便這次惡物沒有開戰 呃 也是會漲價的 所以 這部分來說應該是 只是惡物開戰加速他漲價的效益 那 這份投資 大家 大家都沒有預告 預料到 二五會開戰 那 所有的財報 那時候我 跟大家講的 分享幾個 公司 連日本 應該是日本的財報 也沒有 沒有預告 這樣子 好 應該是 應該不是 應該只有印度神童有猜到 對 所有的去 所有的報導 那 呃 威士忌阿 一定長嘛 然後 像我現在 之前喝大膜 大膜12 大膜15 都長 然後反正麥卡倫 麥卡倫 反正你想得到了 我們現在只能喝那種 每年設量 199的那個 威士忌 法國威士忌 我覺得那一支也蠻推薦的 就是 萬一現在已經長到不像話 的話大家 我退了球 其實就喝199 然後去加 加氣泡水這樣 對 好那 反正 喝酒這種東西阿 其實你只要 很M型化 現在已經發展上 有點M型化的那個 酒類市場 好 那其實這個酒漲價 其實網友這邊 也是 我覺得看法很兩極阿 第一個是 反正就是一堆人在那邊講說 阿台灣精神阿 所以才會賣那麽貴阿 阿我寧願去喝海泥根阿 阿百味阿 阿可是 還有什麽Keyling Bar阿 可是他們 應該沒想到 之後航運 航運費用 會漲 會漲到 會漲到 漲到回饋到整個進口酒類 其實進口酒類 我覺得他還是最該漲的 因為現在 他們 其實 各個 呃 國際酒商都已經有預告說要漲價 所以 台啤只是先開第一槍 對 好 那 這個只是他 開第一槍 覺得他應該有點 有點 新聞就是把它爆出 那其他 其他 其他酒類 沒有這樣那麽 那麽有新冠版面 那 可以預測吧 可能是 我猜是差不多六月吧 六月啤酒 忘記的時候 那各大 通路會 順便漲一波 好 那所以 就是 Mobile 01的版 也是很討論熱烈 那其實 他們講說 怎麽繼續喝百威 我覺得 唉 百威這個大陸酒 你們少喝為妙 好啦 呵呵 大陸慘的酒 少喝為妙 然後 再來啊 就是 幾個點 第一個你要看啊 就是 呃 台灣現在的 疫情還是沒有說很穩定 那現在又 呃 陳之中 衛福部長又說禁止 足桌禁酒 所以 酒類 的部分 可能 這一波又會 開始 開始 管 就是開始 下降 消路會開始下降 熱炒店啊等等 的部分 會開始下降 那趨勢大概是 我覺得應該會 浮動啦 那可能 五月六月 假設邊境 邊境管制 有解封的話 那 勢必會帶動一波 那個 旅遊樂 旺季熱潮 然後 那個 最近啊 講到那個 我們之前不是有 講那個 九條通跟 橡木桶之間的 那個 董作護槓風波 那 那 在3月20號啊 3月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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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後續還有 報導 就是周刊王這邊 還有後續的報導 那幾個報導 就是第一個 就是他們 呃 針對 評書的九的部分 他們也是相當的 有些建議啊 就是說 呃 很重要的酒類市場 就是 超過每年 超過五百億台幣的一個 以威斯基來說 大概五百億的一個產值 那 全用品牌就是 快兩百多個 就是你想得到市面上 威斯基 那很多威斯基 不外乎就是 要不就是 那個 小公 小貓一張自己代理的 然後還有 或者是直接 像地雅球這樣 直接來台灣設粉公司 那 目前來說 所謂公司貨就是 大家看得到的這些 那其餘就是那種 小眾品牌 就是所謂水貨 評書貨 那 其實在九條通這邊 他們的東西 是蠻齊全的 那 他所謂的水貨 也是合理 合法的水貨 所以他成本 會比較低 比較壓低一點 那 早期來說 就是 一般代理商 對水貨通路 就比較消極 比較不會對幹 那這次還蠻特別 居然兩大通路 會對幹 那其實蠻奇怪 因為第一個 主要是他們覺得 那個水貨商的量 不是很多 所以貨源也不穩 所以他是小 量非常少 少到說 不會讓會不會很多行政資源 去為了這個 幾百項的東西 再去做 跟原廠 去做argue 所以這也是 划不來 他們其實賺錢都來不及 他哪有時間 跟那些 小小貓一張那邊 吵 所以代理商通常是 正一支點 閉一支點 好 那目前這樣 可是九條通 他現在目前是比較 有點像 算是名盤商的 他已經算是一個 中間 中間的盤商 所以他的 點也非常多 點非常多 然後所以他的 慢慢也是一個勢力 所以 很多 酒商也是會找 這個通路 反正現在就是通路為王 也找九條通這個通路 去做一些合約的經銷這樣子 那像麥卡倫啊 還有一些法 法國的 法國一些 酒商啊 都有去做 跟九條通來做簽約 想得到像DRGOS啊 對 那目前 目前的 其實品牌推廣這部分 我覺得 台灣 台灣 在2010 2010年 的時候 喝威士忌還不是 那麽 那麽熱絡 好像是在 不知道哪個時間 2014吧 2014 之間 他才慢慢 開始起來 呃 不外乎是第一個 是台灣 那個金車哥馬南 那個 威士忌 得獎之後 他整個台灣的 威士忌 宇宙才 打開了 那 喝台灣的 威士忌的 可能是比較 新的 新的消費族群 然後 再回去喝 蘇格蘭威士忌 或是喝 其他 印度啊 南非洲 美國的威士忌 就是慢慢一直往前追啦 等於說是 我覺得本土威士忌的 的 出現啊 會 讓 威士忌市場打開 也是有 他的一個 算是一個 契機啦 這樣子 類似火車頭的概念 那 那 這篇報導 後來又 總共有三小篇報導 我就大概講 所以他最後 講了說 誰才是水貨大王 那項目從 老闆自爆 說我才是水貨大王 反正目前就是 好賣啊 利潤高啊 那目前 這就是水貨商的 操作 那 也有 他們也是說 其實那個 水貨 進來啊 那個時間 時間 倉庫保存 這些都是 狀況都不是很好 不是很容易掌握 那 你買到久 是不是真的 也是 稱之不齊 因為 我們講的是 稱之不齊是比較小眾品牌的 然後 比較沒有 沒有保障 因為大家會覺得 欸 水貨商是那種個人跑檔班 或是那種 比較中小型貿易商 對 那這個 就有一個問號 對 那比較大型的那個 水貨商應該是比較可靠一點 對 好 那其實早期 其實 通路大概都是這樣啦 反正就是打對台 那 做到最後大概就是 比 比價錢啊 比服務啊 像項目同就做一些 推廣 教育 覺得還蠻不錯 對 那 酒條通 目前也是在做 又在培養自己的那個 那個 酒的一個 一個 品評活動 好 那 這部分啊 其實酒 酒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後續 就是 讓他們去 去那個吧 不知道後面有沒有對顧工廠 那 假酒的新聞 最近就是有一篇新聞 就還蠻 蠻 蠻大的 就是台北的知名酒店 類似林森北部那一帶啦 就是中山區嘛 然後就是喝那種高檔威士忌的酒吧 然後就是有發現 假酒嗎 一共 檢方這邊 查扣了 上千吧 大概又 這好像這也是民眾檢舉的 民眾檢舉 就是說他 這個 酒店就是 第一瓶會給你開真的 酒 就是會讓客人喝 會開封 就第一瓶是真的 然後第二瓶就開始用那個假的 那種加色素的酒 去給你 那這步伐獲利 好像高達60萬吧 就三年 然後就是他們就是說 那個無姓的 無姓總務就是有接觸 觀酒嘛 然後就是他收集客人喝完的那個酒瓶 或是喝到一半的 昂貴的威士忌 然後再加入 加入一些便宜的威士忌 譬如說 某某 就剛講那種200塊一下威士忌 然後去把它套酒 然後套一套 就1比3的方式來混合 然後加入一些色素 那你看起來說 哇看那大膜的顏色 哇那麼深 那個 那個雪莉桶的顏色就是這樣 齁 就是那麼深這樣子 那其實都可以做色素做調和的 那目前來說 就是他 檢方這邊有 以扎七歲來移送起訴 那酒類 因為假威士忌 就差不多1200多瓶 那有一個 他有用色素嘛 七瓶色素來當證物這樣子 那 這間酒店之前就有被抓過一次 那 時隔一個月 他後 又續後又再犯 又繼續賣假酒 然後二度查扣又有66瓶的假酒這樣子 那送宴結果都是 66瓶有10瓶是假的 對 那比8酒店的那個負責人 就移送法辦 所以這次目前 為什麼大家跑酒店 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覺得這個也是暴力 目前這個也是暴力 而且疫情之 之後啊 有些酒店就是比較 不知道 就是會 會想要那個 所以我相信還是大多是酒店 是有良心的酒店 還是賣給大家整貨 就是唯獨比較 幾個比較不乏酒店 就是害群之馬這樣子 那就大家要 要不然就自己帶酒 呵呵 可是一般去酒店不會自己 很少自己帶酒 嘿 好啦 那就其實在 為自己就在家喝啊 去酒店喝 除非你是就要找妹子啊 就就 對 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那種商業應酬 其實酒 酒還是買自己安全可靠的同步是最好的 好 好 那接下來來講那個 大港開唱的部分 大港開唱的部分 這次台灣啤酒啊 有針對大港開唱 有做那個 獨家的那個 形象包裝 紀念版 對 那其實 現在目前各大 量飯店通路好像陸陸續在鋪貨了 可是這一次的版型就是以英文字為主吧 就是他們大港的那個 英文字 Megapause Megapause 英文字為主 好 好 那 大港開唱啊 目前的 就是希望不要下雨 反正就是大家就 戴口罩衝撞 那不要 不要往前撞 對 然後目前 自己想要看個團啊 因為我跟同事會過去 自己想要看個團 就不來無血肉啊 然後 傷心欲絕啊 我忘了做事了 唉 還有 還有雷琴 就是還有一個是一定要去看 就是那個 也不是他不是團體 他是那個脫口秀 就是品賢 就是最近一個19歲的台大 台大一個大學生 大義 然後他現在脫口秀 點閱率 點閱率 應該說他的脫口秀 我覺得是蠻小清新 可是他小清新的結構布局非常的 非常的好 那 等一下節目可以放一段給大家聽 那 我覺得品賢這個 他 他的脫口秀啊 是 他會在大港演出啊 那 這部分我覺得還蠻期待的 好 那他的內容 我覺得 是近期來看 第一個他沒有所謂的新三色 然後第二個他沒有所謂的 暴力啊 然後第三個就是 地獄梗他比較少啊 目前來說他地獄梗是有點 嗯 應該是一點點的地獄梗 然後他比較屬於 比較早期的那些文字組合結構 還有諧音梗 然後還有一些他自己本身形象的一個 一個塑造 然後去創作他的 嗯 類似實境的笑話 這樣子 那我覺得 現在喜劇圈我覺得 喔 蠻強的 因為 看他們那個 類似卡米蒂的那個 新人比賽啊 然後 整個 我覺得台灣自己有自己的風格出來 就是已經 走出 不是美式風格的那個分子 就雖然是他的 主要架構還是會有美式的成分 那有些人就是比較 比較 比較偏 自己的 後來我覺得都要吃自己個人特色 我覺得個人特色蠻重要 你看像 博恩還有賀龍 還有 俊 就是俊他是完全的地獄梗 把他自己自嘲 把他整個 形象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地獄 然後就非常的邪惡這樣 那 這部分 其實 大感慨讓他目前啊 因為由於疫情的關係 這一次就是沒有所謂外國團體啊 那外國團體幾乎是零啊 所以 所以就是本土團體要好的加油 就是利用這次機會把 把整個市場 知名度打開這樣 然後 這次管制還蠻嚴格 反正就是很多很多實聯制要去 要去做 要去做 控管 啊對還有那個 大嘻哈時代 all star 就是這一次 大港 除了他原本的那個 搖滾音樂 以外 他還把嘻哈音樂 也 濃入 因為去年好像是整個本土的嘻哈 有起來了 就是整個 大嘻哈時代的 的節目 我覺得他 大嘻哈時代有幾個 幾個 幾個 像 央利啊 潤哨我覺得這兩個都很屌的 就是非常有自己的本土的一個 一個架構 然後歌詞寫的非常的 他不會到台啦 他是非常的 很有技術性 對央利跟 潤哨 還有 欸 還有殘寶啊 喘寶 對喘寶 喘寶他是比較 是音樂世家那一種 所以他的東西會比較稍微 西方 算是比較西式一點的東西 對 可是他 他的也算蠻強的 就是他的唱 唱腔 對 大概這幾個 然後其實還有 大嘻哈時代的憨老師啊 就是 就是他是 好像是本質是老師吧 就大家有去看 可是他後來也被淘汰了 可是他本質是 好像是 家庭兩頭燒 所以他那時候 進入 決賽的時候 就表現不是很好 然後跟那個 明星合唱 跟阿斯卡 阿斯卡合唱的 作曲 跟藝人 藝人那一組 就覺得表現不是很好 好 可能他的牽運有關係 所以 韓老師算是移住之寒 然後再來 嗯 大嘻哈開唱啊 就目前來說 我覺得最後一天 是 壓軸嘛 美秀集團盧廣眾 齁 那 這個 我覺得應該 這個應該組合是 非常好 非常妙 非常 大家期待 因為現在目前都保密 大家的歌單 現在都保 然後其實中午的 上午的團 就比較少 阿 靠阿 他會割啦 金耀王 金耀王人栗子 還有潮州圖 喔這個也是超強的 這也是近期 近兩年台灣其他界的一個 歐斯 算是 算是很屌的一個 一個 一個本土的 這些本土的組合 對 金耀王 好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喔 謝謝 掰掰 阿 對 然後後面要播放一段那個 品賢的那個 脫口秀 所以我分享給大家 好 今天節目就到這裡了 掰掰 掰掰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港就是要找我 因為我跟音樂 其實基本上是 沒有關聯的 就大概 我看了一百多幾 10Piano 我 我到現在 連鋼琴長什麼樣子 我不知道 沒有圓圓的是情建嗎 等一下 為什麼國二的妹妹 笑的那麼開心 你知道Piano是什麼 而且真的 通常會去看音樂界的人 他們多半 都是想要去看 獨立樂團的 可是 欸 他們有些人 對獨立樂團的 定義很狹隘 你知道嗎 他們覺得要叫獨立 你一定要 不夠紅 所以我是一個 獨立的喜劇演員 難怪會找我過去 欸 欸 那個 可是一起下去音樂界的這個 還有黃豪平 哇 他那麼好 為什麼會去獨立音樂界表演 欸 大家有沒有聽過那首MV 你怎麼能不愛上Stand up 好 獨立音樂 你沒看過對不對 欸 他們那首MV 其實我真的很推薦大家去看 你怎麼能不愛上Stand up 真的 我很推薦 他那首旋律變得超好聽的 那鋼琴也變得超美 真的 流量那麼差 就差一個肉奶在那邊彈鋼琴 所以你知道上一個建宗台大的去大港表演的人是呱吉啊 然後大港就被停辦一年了 哈哈哈哈 他在台上說要張觀眾 所以這是那些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提醒我說 哎 這個 一定拜託啊 謹言盛行啊 就 我們 不要惹出爭議 也許 我們之後還會回來大港表演啊 然後OK 傳文本給我看 我們不會回去表演 哈哈哈哈 不會回去了 而且我跟OK 真的會下去的原因是 我跟他是脫口秀爭霸賽的冠軍啊 好 很獨立的一個比賽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 一個獨立比賽 我想說 關大港他應該這樣子介紹我出場的 他說我們今年 請到這個表演者厲害啦 哇 建宗台大 脫口秀冠軍 長相是特色 然後觀眾看 哇 我們請到柏恩啊 哈哈哈哈 他們請到品賢 哈哈哈哈 怎麼可能請到柏恩啊 寫黃油票 賣太少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那個 我那個影片底下都是這種的 我也不知道嘛 他說 唉 台湘這個人也沒什麼才華啊 錢靠一張臉啊 哈哈哈哈 你居然說到跟俊一樣的評價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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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次是代表 代表這個卡米地劇團下去表演的 嗯 照這個 照這個反應 我們把卡米地劇團 也比喻成一個獨立樂團 以我的名氣 我大概是個樂團裡面的bass手 哈哈哈哈 那些人不知道什麼 什麼是bass 大港開唱的表演者 或是那些音樂咖 你知道嗎 你穿那個什麼皮夾克啊 戴項鏈啊 這樣在走路 哈哈 我在那邊的感覺 很像是 我是在外面賣大港的黃油票糖 哈哈哈哈 因為黃油票賣不完 我只能自己走進來看 哈哈哈哈 就像這種感覺 哈哈哈哈